前面我示範一下 你們大家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這個又把它降溫了 是它自己會 沒有沒有沒有剛剛會調整 不會餓太弱了 還是讓它有點小滾一下 就是你這個纖維 因為你要加入它的解鈴 它可以用一個方式 輕輕的去把它壓那個 波壁夾住之後 壓一下這樣子 然後把它折一下這樣子 但是你要小心不要讓 胖的水噴起來 可以用這樣來加入它的解鈴的 效果這樣子 就是擠壓或者是把它壓一下 壓一下地這樣子 這個大家可以這樣子操作 那這樣速度會不會 不會太多 不會太多 如果那個水有變少的話 這樣你們比較小鍋的要偏加 但會變得很濃 可以 也是可以啊 可以啊 這個就是 後面吃完午飯 應該是說我們等一下 可以做第二批操作之後 再等的過程就可以吃午飯 第二批操作 我就設定幾個題目讓大家講一下 你們自己主要討論說 你們要怎麼去改善你們的造型 或者做新的嘗試 這是第二個部分 我們先把這個完成 大家就是可以輪流啦 把它擠壓 擠壓的時候小心一點 鍋子不要翻了 然後不要噴出來 好